2010年 总政话剧团排演的话剧《生命档案》在北京成功上演 《生命档案》表现了解放军档案馆管员刘一全 38年如一日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先进世纪 刻画了刘一全坚守平凡创造非凡的感人形象 艺术家们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动人的舞台形象 使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认识了新中国的档案工作者 看到了一位普通军人的奉献执着忠诚和乐观 这部戏真的是太感人了 确实是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部戏的主创人员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孟冰《生命档案》编剧《总政话剧团》团长一级编剧 主要作品有《话剧红白写事》《老兵骆驼》《好家村的故事》等 龚小冬《生命档案》导演《总政话剧团》一级导演 曾导演《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宋提行官》《李小龙传奇》等 洪涛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一级演员 在《生命档案》中扮演刘一泉 曾主演话剧《爱尔纳突击》 《红星照映中国》《李国安》等 徐小青 《总政话剧团》一级演员 在《生命档案》中扮演刘一泉的妻子房素 曾主演话剧《冰山情》 《冲出强气流》《日出》等 刘兴八一电影制编场原副厂长 著名编剧 主要作品有《开国大典》 《东方红》《十月灯》 通过很多观众的反馈 这部戏确实十分感人 常人说十年磨一剑 你们这把剑磨了多久 我们从接触刘一泉的事迹 开始论证剧本 一直到把他搬上舞台的首场演出 整个过程是83天 但真正剑组是30天时间 建立剧组是3天时间 排细时间是26天 十年磨一剑和28天不矛盾 这就要谈到团队 是个非常功地雄厚的这么一个团队 作为我军最重要的专业话剧团 总政话剧团在领受任务的那一刻 就组织全团的精兵强将 紧锣密鼓地开展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 他们抢时间赶进度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 求质量创精品 将该团的艺术水准发挥到极致 就这样从编剧到演员 一起边创作边排练边修改 让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形象 活灵活现的在现在舞台上 作为我军的话剧团的一个文艺工作者 我一生要打一个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就是研究人 你对人 包括到刘一全这样的事了 26天里边 首先对刘一全的信仰 他的信仰 你信不信 他所爱的事业军队国家 你也爱不爱 说白了 信不信 爱不爱 这可不是快速反应 是随时都要求你快速反应 就是凡提到艺术创作 我们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说 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那如果用这句话来考量 你们的这台话剧的话 那哪些细节是来源于生活的 哪些细节又是高于生活的 这个所有的事都是真实的 但所有的真实上都嫁接了艺术创作 比比皆是从第一幕开始到最后结束 全是真的 但全都有艺术创作在里边 比如第一幕开场 励志 励志是刘一全自己的真实的行为 他离开了北京 他钻在河南的大山沟里 他不回来 可是刘一全这样一个不善言语的人 他不可能洋洋洒洒说两页的独白 这独白是艺术生化 团长 编剧 钻进了刘一全的内心 把刘一全一辈子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说出来了 当时那段台词你还记得吗 他这样的 八路军烈士名册 战士张振宁 年龄二十岁 籍贯河南华县 牺牲日期三十二日 备注来对一日牺牲 同讯员石永福 年龄二十岁 籍贯河南米县 牺牲日期三月二十八日 备注来对当日牺牲 伙福张哑巴 年龄不详 籍贯不详 四月二十八日牺牲 备注 没有名字 不会说话 没有名字 我们不会说话 来对当日牺牲 张哑巴 你已经在这里躺了三十多年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知道你是一名拔弱军的战士 你是为了打鬼子牺牲在了战场上 不 不不不不 这里这里还有许多许多的革命县令 从现在开始 我要把你们从这个柜子里 从这个箱子里 从那个抽屉里请出来 我要告诉今天的人们 你们也曾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们也曾和我一样年轻啊 但是 你们在这里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我知道 你们实在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 我叫刘异泉 我来了 那您这刚才这段独白 是应该说是画去舞台上的独白了 那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再次读这两页纸 您这感受肯定跟在舞台上不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什么时候读这 说这段话 我的头皮都是发麻的 而且我也在档案馆的体验生活当中 我看到了那份巴鲁迪名册的那种历史的原件 我们不是杜撰的这三个人 就在名册上呈现给我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边难以言表的那种一种感受 这个洪涛用他的话说 头皮发麻 回答你的问题 他确实有很多时候头皮发麻 比如说的红十三军 红十三军这件事是刘异泉干的 但是舞台上的整个处理 是刘异泉在生命当中一生也都没有想象过 是刘异泉呼唤出 大山深处 欲浪古渡 已经牺牲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些英灵 红十三军的教室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现在来接你们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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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向他伸出手来 我带你们回家 我带你们回家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永远 有你们的位置 邓神科的主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当中 有红十三军 有那些红军们 他的 难道不让他头皮发麻 就像郭达的那个片段 实际上 刘异泉就干了一件事 到陕北的黄土窑洞里边 挖掘出一个村子 当年地下党 秘密记录下来的 这个村有谁当了拔路 有谁当了红军 是吧 就这么一个小伯伯 刘异泉把他像宝似的弄回来 但是搁到我们的笔下 搁到编剧的笔下和舞台处理的笔下 就是要把仙人请到北京 老阁哥们 你们这一辈子啊 也没有想过什么情福啊 哎 这下好了 要上背景了 那听老刘说 人家背景的房子冬天里边还有暖气呢 可暖和了 哎 就算你们这一走啊 人家心里别苦唠唠的 行了 走吧 假来有机会上背景看你们哦 到时候可不能搞搞在上 不认得了 乡亲们 我们解放军当案馆 一定会把他们永远的保存好 向仙人们下跪 磕头 磕铁 相信吗 咱们的闲人要上背景了 要到毛主席神节了 咱们要红红红红红送咱们走 来 走上吧 瞧不 放炮 扭牙堆 为了实现刘亦全的档案生命和画剧艺术生命的完美结果 总政画剧团的艺术家们不仅在剧本创作 武美设计和表现形式上精雕细琢 还深入体验生活 到301医院看望了病榻上的刘亦全 与刘亦全和他的家人进行了新贴心的交流 为了切身感受刘亦全工作和战斗过的环境 全体演织人员还来到解放军当案馆 触摸刘亦全生前用过的一张桌子 一把引子 一副白手套 一个放大镜 现场体验刘亦全 感悟刘亦全 解读刘亦全 通过刚才这个短片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亦全 我觉得你们跟他的接触相当的少 只有到病房去看望他的这一次 那他的精神品质和独居特质 你们是怎么把握的呢 刚才这个短片看完了以后 我的感觉可能和你有的一样的地方 所有的病情我们都知道了 病情的痛苦的状态我们是知道了 包括多少片止疼药打什么杜冷钉 这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也知道维持生命 不久将于人世 不久将于人世 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见他的时候 他一点不给我们带来痛苦 其实内心很痛苦 他很疼 他努力叫着 努力的像平常人一样 一点不因为他的痛苦 给活着的人带来痛苦 当我们第一次到大案馆去工作 去铁验生活的时候 导演就 我正在那看别的东西 导演说 洪涛你来 你过来 你坐在刘亦全的这张桌子前 你把放大镜拿起来 你戴上白手套 你打开他前面那个卷宗 我就知道 我这一刻开始 我没有退路 我只有往前走 我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能调动自己的一切吧 去走入这个人物的内心 去完整好这个工作 他刚才洪涛说的 有很关键 他今年40年精灵 那个谁 刘亦全是38年的精灵 像这种人的同等经历 都能让他造成一种互相心灵上的感应 灵魂是能够相撞的 我不让你相信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我们站在他的灵堂里 我们站在他的家里 我们在排练他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刘亦全在关照着我们 刘亦全走的那一天 就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 那一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木啊 机械的吊杆吊的那巨大的木啊 响汤就掉下来 我们刚刚排练完 走下台 如果我们挽走几步 得砸几个脖子蛇 几股蛇的 时间很紧 第二天就审查 修啊 赶快叫厂家来修嘛 六点来中的时候 咔哒 动了一下 接着又不动了 我们也不失败 等着 我们相信老刘照着我们呢 七点钟的时候 给我消息了 有望修好 快给个具体时间 七点二十到七点半之间 保证好 可以让你喝光 晚上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消息就来了 老刘走了 第二天上午 我们就赶到灵堂 一看不告 通知啊 上面写的七点二十到五 后来我就说 是七点二十吗 一直守护着他的馆长 告诉我 他真正离开呀 是五点二十到五点半之间 就是我们踏踏掉下来的 那天 抢救剑火 六点来中 公布的时间 七点二十 灯光可以再亮 表面可以再起 七点半 所以他们推着轮椅上去的时候 老觉得老刘的那个目光 他看不过 我那天我想不到 他一进刘宜泉那个病房 他首先跟老刘说 我跟您有一个承诺 等我们这个戏拍好的时候 希望您能看我们演出 然后他到了灵堂去 我们想去告别的时候 进门就哭了 我欠老刘一件事 但我觉得导演刚刚说你说你欠他的 但我觉得你已经承诺了 你不欠他的 你欠什么 活着是最幸福的 活着看到我们 对他的理解 这是老刘最幸福的 他在活着的时候 没有看到我们 他奉献精证 理解 导演的讲述也许只是一种巧合 但经过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刘一拳 这个平凡人永远活在了 每位艺术家的心中 老刘并没有走 为了完成这个承诺 所以演出结束之后 每天给老刘留一个位子 然后通常呢 推出这个文艺 通的文艺 从所有演员面前 从观众面前 从舞台上走过 我们通常当时讲 我们确信 老刘就坐在这里 老刘一定和我们一起 在塑造戏剧人物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把 众多人物身上的典型势力 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 那我们现在舞台上的 这个人物刘一拳 之所以感人 是不是也用了 这样的创作手法 我觉得刘一拳 做的有些事情 和他这种工作的 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能理解 我们在接触他 在走进他 去触摸他的过程当中 就建立起我的心 跟他沟通的这种桥梁 比如说 人最幸福的是什么 这一生当中 我认为刘一拳的一生是幸福的 幸福在于 幸福在于 他愉快地工作着 他愉快地做着 他所喜欢的工作 老师 工作会让我年轻啊 工作会让我忘记痛苦 工作会让我的生命 支撑得更长久啊 老师 我通过这一点 我就能够 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 从事戏剧文学的创作 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事情 那么在这一点 我跟刘一拳 我觉得我就能懂他了 那么我们懂他怎么办 我们就去刻画 就用我自己的话 用我自己的这种情感状态 来去写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语言很自然的 就流出来了 问问导演啊 那在整个这三四个月的盘演当中啊 这个您知道这些演员们对你 这个平时在这个盘演当中啊 你的这种状态 是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和表达的吗 哎呀 嗯 咆哮 好看来你知道啊 什么 Tiger 老虎 Line 狮子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 我觉得 他们为什么这么评价你 不知道 他就是性情识 他今天还把胡子干 他因为那时候没看完戏 他一直留着胡子 嗯 我一个戏不杀青 我不刮胡子 他不刮胡子的 那胡子能到什么程度啊 戏心明智啊 那胡子能到什么程度啊 端盒饭 吃饭的时候 叫化妆来俩小夹子 把我这胡子得往上夹一夹 否则永远嚼不断的那个 不知道是葱啊 还是绿叶菜啊 还是 他们全是胡子 嗯 那看看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还特意捣执了一下哈 他还首次化妆 还化妆 这边只是提供了一个燃烧导演 燃烧演员的种子 提供了一个基础 当他们的激情被调动起来以后 于是我们导演整天就在排练场里面咆哮 嗯 然后他又靠他的慷慎的情绪和激情 去调动演员 两天下来他的嗓子就哑了 他就哑了 因为他但是哑了以后他也要排戏怎么办呢 他就拿着纸拿着笔在这个纸上写 写很大的字 他希望这演员现在情绪的激动一下 他刚问一下 他就写成激动 干嘛 演员在台上看着导演 我们通过采访也包括很多观众反馈 说这部戏不光是导演编剧好 更重要的是演员好 演员演的好演的像 是 我由衷的讲 演员 他们把自己 他们把自己 投入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真诚的 这样一个状态里边 那个我们有几个年轻演员 他的演 他馆长那个 还有演这个 他徒弟的 有的时候呢 就说 今天咱们排练就稍微省了点劲 别使劲了 你别再动感情了 因为每天晚上演出都是动感情的 那今天咱们白天就 过去就行了 省点劲 但是每张跟对手戏 跟洪涛老师在一起演戏的时候 一看洪涛老师那个样 没办法 他不可能 就是有一点点的不认真和偷懒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 刚才编剧说看到洪涛那个样 什么样 就是他认真的那个样子 他的认真的那个样子 他那个状态 他们忘记了他是洪涛 在我们的演员 在他们当中 就一直认为他就是刘宇全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洪涛就是刘宜全 很多称呼都直接叫老刘 称呼叫老刘 甚至我们那个干事 他来的路上 车上还叫他刘老师 刘老师 他叫刘老师 就已经把他当刘宇全 已经把他当刘宇全 我就听说啊 说徐小青 没场戏以后还会再哭两个小时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厚的情感表达呢 袁冰 我给您念一个短信 可能也许就知道了 跟房宿这种情缘吗 小青你好 原谅我现在才给你发短信 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 泪水始终伴随着我 我回想起同老刘 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和点点滴滴 我和刘一全 是亲人 爱人 彼此相依相恋 是同行 是战友 一起工作战斗 我们和无数的大岸人 及普通劳动者一样 一天天 一月月 一年年平平淡淡的生活 默默无稳的工作 是你们这些艺术家们 用赤诚的心 用满腔的琴 去创作表演 艺术的经典的再现了 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 使我们看到了 平凡人的不平凡 普通工作的不普通 今天上午 我去八宝山看老刘 我把昨天用眼看到的 用心感受到的 述说给老刘 我想他一定会很欣慰 很高兴 因为一辈子的坚守 坚持 一辈子的付出 奉献 都是值得 真心的感谢 放松 只是他在看完我们演出 后的第二天 发的信息 我全区最不愿意提到的 就是这场戏 所以我不想谈 我看他特别难受 因为我们两个每天要在那候场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宽慰他 我觉得他其实那么一种 他有一天从话完中 自己就在那流眼泪 自己冲在一个角落里头 我那是每天习惯提前20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我就要到我第一场的出场的位置上 我去躺在床上 小青一会儿也过来候场 趴在那哭了 我不知道我用什么语言去宽慰他 其实我们每天都是 等于是受到一种心灵的那种洗礼 我就今天上午还说到 我说他有一句词挺要我的命的 人的一生真是丰富多彩 是吧 可人的一生最终都要归结为 放在档案带里的那几张纸 可能在我的后半生当中 我的档案带里可能会有这么一张纸 曾经演过刘一拳 我特别珍惜 而且我看看我街道的剧本 看看我要面对的导演 再看看我周围所有的合作者 不光是演员 包括五美队 包括给我换衣服的那些同志 包括给我化妆的同志 哪怕是包括一个司机 他们对这件事情投入的那种关注 你说每天演出的过程当中非常紧张 给他们抢装的有13个人 就他们一下来 这个拿帽子 这个拿上衣 这个拿裤子 这个拿皮带 这个准备鞋 这个准备擦汉 这个准备抢装 给的是站在汉 补补装 十几个人 卡上去 上去以后呢 他们计算的时间 从他 他到了他们手里 他就是任他们去摆布 赶快去换服装 倒在上场87秒钟 87秒钟 好了 这些人就开始研究 说是这样 洪桑老师 下次来 你坐到这以后 你先这样 再这样 把这程序调整一下 可以节约一秒钟 每天都是这样子 都到这份 我们后面 节约一秒钟 你是对什么吗 恨人 他把那个穆坚词 他就写的那么长 然后导演设计的音乐长度 就那么长 导演在下面掐着秒表的 那干嘛呢 就设计这么长 要抢什么 要抢 节奏 节奏 因为戏不能凉 我好不容易营造的一个气氛 突然凉下来了 我再重新打鼓 不行的 那场戏就是 床上这场戏 床上这场戏 这场戏 结束 这是病号服吗 转洞库 完了就转三块红 六年代 七年代 这音乐就一句 把一棺木 洞库就开了 我要从这个穿病号服 换成三块红 穿上大衣 别上话筒 穿上鞋 门一开 那个导演的通知 就到手里 我对了一分钟 一秒钟 不能由一句的上场 那咱们说说整个这个话剧当中 一个经典的片段 就是在酒吧里面 当老刘知道自己得癌症了 你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这个对话 我就跟你讲一个 讲一个事 然后就是 一泉大哥去世了 第三天吧 我们去到弹馆 解放军弹馆 给他设了一个灵堂 我们去那去 做一个悼念活动 然后我们刚三驱攻完了 我一转身 还没有动 房宿嫂子 一下扑过来就抱着 他在我怀里那种颤抖 他在我怀里那种 那种 很无声的那种抽气 没有声音就是 他在我怀里颤抖 然后我这样抱着他 他就实际在露住 从那种东西 我觉得你要去装是装不出来的 你用技巧去演是演不出来的 但是他那种感觉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 有一点就是什么感觉 就是气血 气血 就知道在今后剩下的不长的时间里 我们该怎么活着 我们该干些什么 我们在一起 生活了几十年了 我们谁都离不开谁 我不许你离开 你听见了没有啊 你走了 我怎么办 我还没有吃根 你给我做的麻辣和香 费了一切 你还总说 总说你欠我呢 今天他就当着儿子的面 你发尸 你陪我 陪我到哪儿 你走啊 那您这部生命档案 我觉得是以情动人 以情感人 甚至有人说这部戏是含情量非常高的 那你们是怎么创作出这样一部 这么高含情量的作品来的 是他感动了我们 像我这种老白毛不大容易感动的 我从来没有过 我也做过很多作品 我都是鹅鱼的眼泪 但是在刘一泉面前 庄稼 尾氏 都不存在了 这种含情量和艺术创作的含金量 是相辅相成的 以情动人 这可能是每个文学作者也好 戏剧作者也好 都是一个追求 含情量这个戏有没有呢 有的 但是是不是完全以含情量取胜呢 我存疑 但是小冬后语话说的对头了 含金量更重要 就是我们从这些平凡的事情当中 我们挖掘到的金子 比我们的感动更重要 通过了感动以后 大家的一种行动可能比感动更重要 我们也是在这个评论当中也看到了 我也当时有疑问 说这部戏是几乎没有人物矛盾 几乎没有戏剧冲突的这样一部戏 咱们一起先来看一下短片 老同志 你快告诉我 我爷爷是什么情况 你爷爷是革命烈士 根据相关的规定 你必须到民政局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不可能 我们马上就登机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谁知道 红年马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更应该在离开祖国之前 去把相关的手续办理好 这样你爷爷就可以获得 革命烈士的称号了呀 法兰西共和国 不会因为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就让你的设计登上时装周的 你连你爷爷的眼都没见过 他是革命烈士又怎么了 老同志我跟你说 这要是地主和资本家还差不多 说不定都有一产 你革命烈士 走 师傅 咱们都说了什么 怎么了 师傅 识纳同志 识纳同志 站住 师傅 识纳同志 师傅你怎么了 给我 师傅 给我 识纳同志 你是爷爷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他的灵魂至今还在这片土地的上空飘荡 如果连你都不认可他 他的灵魂怎么才能得到安宁啊 安宁啊 老同志 你别说了 诶诶诶诶诶诶诶 你听我跟你说 诶诶诶诶 你放开我 诶诶诶诶 一个死了的爷爷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爷爷 等回头到了法国 我给你找个蓝眼睛的爷爷 混蛋 诶诶诶诶 就刚才这段细节是有矛盾冲突 那你们这样的矛盾冲突 戏剧冲突之中 这种编排是想表现什么 那个细节肯定是可能不会有的 但是恰恰这个细节的提供 或者这个细节的呈现 一下子就给我们解释了解 要我们共同解读一个必须要解读 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那么像刘宇全这种价值观念 如果说我们单独去表现它 可能是一种表现方式 那么现在呢导演的处理呢 和我们在这一期戏的让他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放在一个大背景当中 这是一个社会洪流的背景 机场就是驿站 在这种人海当中 苍茫的人海当中 在各种各样的信息量当中 价值观念在这里冲突 在这里冲突 这个就想把坚守刘宜全的信念 刘宜全的坚守 刘宜全是38年如一日 他心里想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 尖锐的遇到了挑战 遇到了对立 遇到了挑战 对他的刺激 对他的撞击 开始 他的男朋友是那样对待的 他也开始有些忧郁 当他逐渐逐渐认识到的时候 他应该舍弃了许许多多 那个时候 这个生命 恰恰比爱情的生命重要了 这不是对今天人的价值观的一个考量吗 所以我说有 在看这个戏 感动我的 打动我的 或者影响我 创作的是 用平凡的事情 讲述了一个平凡的人 用平凡的人 告诉你一个平凡的道理 在这个道理当中 意义着很多的哲理的东西 是啊 在大家的谈话当中 以及整部戏的很多细节当中 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 平常人 平常事 构成了平凡二字的真实内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